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里主要是一个像这种汤位上面都是 看挂着咸肉是不是 咸肉 咸鸡 咸鸭 咸鹅 咸鹅这一块的 那么第二块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 因为水口它是毛主味主 它的竹制品这一块 哦 竹制品 特别是我们那个竹笋 哦 竹笋 哦 竹笋 哦 好的 好的 这个时间短短嘛 正好是冬笋也出来了 哦 冬笋 对 然后鸡肝 炖肉很好吃 我看这是什么 这是竹香鸡45元一只 一只啊 一只 哦 这是腌过的 腌过的 腌过的鸡肉 然后拿回去你们会怎么加工 拿回去呢可以蒸啊 蒸就直接蒸就行了 蒸也可以啊 然后要再烧什么的吗 就再加工 比如说炒啊或者什么之类 也都可以 都可以 哦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那个酒糟的口条 哦 酒糟的口条 我可以做点自己家养的 这是自己家养自己做的 哦 这多少钱啊这个 十五元一个 十五元一个 真是太热闹了 就是你看着 你看着一排一排的 那个咸肉挂 能这么有黏味 然后大家都在这挑选呀 走来走去 哎呀 真像过年的感觉了 水口香茶文化景区办主任 张雨华介绍说 这个市场最大的特色 就是销售当地的土特产品 特别是快到过年期间了 咸肉 咸鸡 还有各种竹笋制品 特别受到欢迎 可以看到来到这里的游客 每个人都收获不小 这是买的什么呀 是鸭针 鸭针是吗 是 这买回去 这是腌过的还是 它腌过的 腌过的 哪位您怎么做呀 在水里面做一圈 在水里面做一圈 要做一圈 然后拿出来一圈 像拌盆的一圈 这是哪一圈 这还是鸭针的 这是多少钱呀 这一串十五块 一串十五块 下额怎么样 可以 是吧 买回去是过年吃吗 您 过年桌上带我这边招菜 是不是 哦 我看您买了不少东西 这买的都是什么呀 咸肉 咸肉 咸肉是吗 很多咸肉 对 您从哪里过来的呀 这是江英 江英过来的 您这是买的咸肉 对 这个呢 笋干 很好 是的 这买什么呢 买的特产啊 小核桃肉啊 哦 那个当地的野生的那个白沫 白沫 白沫 银耳是吗 对 银耳 因为江浙一带冬季潮湿 腌制的食品更容易保存 所以吃咸肉是一种饮食习惯 这些农村里手工腌制的肉类 让一些久居大城市的人 也在这里找到了香愁的味道 而大量游客的前来 也让这儿的农户 赚得盆满钵满 每天的收入非常可观 咱们这鲜肉是多少鲜肉 鲜肉啊 鲜肉鲜肉是一般二十块钱左右 就刚才这个就是鲜肉吧 对 咱们今天生意怎么样 今天 现在时间生意蛮不错的 因为到年底了 生意很不错的 像年底的话 主要一般油客都会采购什么东西 一般是鲜肉啊 咸鸡 鲜鹅都要的 基本上都要 基本上都要 对对对 那像现在的话 咱们就这几天的生意 一天的话大概流水能到多少 流水一般 反正是七八千左右 一天七八千 对对对对 在春节期间 必不可少的还有各类炒货 过年吃些瓜子花生 寓意多子多福 而这里有一家炒货店 生意异常火爆 刚才那个当天跟我说这家的炒货 是在这比较有名啊 高师傅 对 像您这的话哪个场景办比较好 哪个这几个呢 三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刮楼子 刮楼子 这是钓楼子 这是钓楼子 是吧 是味道不一样 味道基本上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大小的原因 这个就是钓楼子 能尝一个吗 可以的可以的 尝尝您的味道什么样 随便尝尝 好香啊 而且它的那个肉真的苦苦了 这多少钱一斤 三十五块一斤 三十五块一斤 对对对对 那这个卖的好的话 相当于你要一天要卖到多少斤 一天的四百斤 四百斤左右 现在都是来制办年货的 是不是这个季节 他们现在买 都是一买买几十斤的买呀 过年一买买几十斤的 他们亲戚朋友带回去也有点 哦这样 哦 这家现炒现卖的炒货店 在这个市场属于老商户了 仅仅这个年货季收入 就可以达到二三十万 这里不光土特产很有特色 来这儿的游客也很特别 据说来这个农贸市场采购的人 基本没有长行本地人 那他们都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这里呢 它的游客呢 往返比较多 实际上对这里的情况已经很熟悉 哦哦 然后这个市场呢 也来了很多次了 对这里的东西啊 这里的商户呢 都是非常的信任 那咱们游客主要是从哪过来的 我们主要是上海和江苏方向 他们来这儿肯定不是来一次两次 对 都是经常来的 对 每周都过来那种 不是每周都过来 可能一年来五六次七八次 哦 而且是很多年都是这样子 常年来这儿采购的那种 对 雇主农贸市场全年无休 越是临近过年 越是热闹 这些游客之所以会来逛这个市场 是因为他们都住在附近的农家乐 水口乡以雇主村为中心的三个村子 有着五百多家农家乐 而这些就是这个农贸市场稳定的客源 一个月来一次 一个月来一次 我去年一个月来三次 不是不是 这里的农家乐的吧 就是农家乐的那个老板也好 我们来的七七啊 很客气是吧 农家乐很成功的 我们上海的 是吧 那您是怎么来的呀 我们坐那个 这里的专门有藏心的那个 安排的那个车子大巴 哦过来那一天的话 连吃带住的话是什么收费啊 七十块钱 七十块钱一天 连吃连做 水口乡在2014年 就创建了全乡域开放式4A级景区 农家乐发展很好 在上海和江苏 已经有非常好的口碑 每天大巴车往返 接送很多游客 据说春节期间 这里还将迎来人流高峰 今年的这个年三十呢 我们整个景区2万多个床位 全部一定完毕 来这过年 对 哎呀 年三十要进来2万多的游客 天呐 真棒这里 在凌几年关这段时间 这个农贸市场因为年货销售 就创造出了不小的价值 这两个月呢 主要是以年货采购为主啊 那么 呃 这两个月应该总的销量的话呢 在应该每一个月应该要超过一千万吧 应该 它的产值要超过一千万吧 每个月 城市里的游客来到这里 想要感受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农家风情 水口乡抓住了这一特色 各个农家乐都在举办跟年俗相关的活动 在百翠山居 我们正好赶上一波游客 前来体验打年糕 年糕是中国春节的传统食物 将糯米浸泡后上锅蒸三个小时以上 糯米变得非常松软才可以打 而这项活动给酒居城市里的人 带来了很多乐趣 打年糕了 打年糕了 打不动 打不动 拿起来 这边拿起来 这个锤子要再粘水的 把我们都会粘住的 这个锤子要再粘水 锤子要再粘水 这个锤子要再粘水 这个锤子要再粘水 打年糕的两个人 要掌握好节奏交替锤打 打几下还要把年糕翻一下 以免粘在石旧上取不下来 锤打年糕的木头重达七八斤 要想抡起来 真是需要一些力气的 一些上了年纪的游客通过打年糕 回忆起过去童年的时光 使得这个活动变得更加有年糕 以前过年咱们小时候家里都自己打 对 不是 不是 要有条件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要排队 等下排 几十个都排好了 从早上排到下午 一个一个的 一个来队 冲着你冲好队 这个村子它是不闲着的 对 每家每家每家都排好队的 每家每家都排好队的 雨一静好 雨一静好把它静了 脏开了 你刚刚看都冲不出来 没有宁性 年糕要持续打十几分钟 把糯米打到有粘性 年糕就算做成了 这里的做法是 用年糕蘸着黄豆粉 芝麻粉和白糖 调在一起的蘸料 一口下去 这香甜的感觉 充满了幸福感 尝尝啊 好好吃啊 软糯香甜 还热热的 它吃起来还不腻人 是吧 加黄豆粉就没这个感觉了 黄豆粉和芝麻 芝麻 黄豆很好吃 感觉味道怎么样 米的好 年糕有余 幸福开心 这里的农家乐 除了会安排年俗体验活动 也会自制年货出售 这也是临近年关的一笔重要收入 在沐家庄农家乐 我们就寻到了长青的一种特色年货 您好 咱们这是做什么呢 做肉圆 肉圆 哦 这是 鲜肉圆 鲜肉圆 这就是大丸子呀 肉圆是这里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年菜 取团团圆圆之意 每年临近春节期间 沐家庄才开始制作和销售 长青肉圆 实际也是一种腌制食品 将散养的土猪肉剁像 加少许盐 腌制24小时以上 减少水分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这洗完了手了 那个阿姨说教我包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肉圆 是吧 这个是怎么着 我们先把一块肉出来 先拿一块肉出来 这已经是腌好的 是吧 这么多差不多吧 稍微自己热一下 揉一下 揉一下 这个你们蘸的这个是什么 酒 白酒 还真是好浓的这个白酒味 要蘸一点白酒 要蘸这个白酒的目的是什么呢 香一点的蒸出来的时候 哦 哦 这样 就是说它要戒一点那个酒味 不要放酒 不要 就是和料的时候不放酒 嗯 然后做的时候蘸一点那个酒 戒一点那个酒香味 嗯 要捏紧一点 捏紧一点 嗯 就这样 哦 哦 就感觉那个好有那个 词 特别词词那个劲儿下来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挺好玩的吧 挺好玩的 我们趁着做 关键是这一个肉丸 如果是这么结实的 砸下来的话 嗯 那得一个要几两个 这一个 一个嘛 大概要两块 两块钱差不多了 两块钱 大概是多重啊 多重我也没撑过 这一个 基本上 二两 二两差不多 差不多二两 二两 你这个二两不止了 我这样我做大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做的哥儿脸大了 嗯 两块钱不止了 一个肉丸两块只 就是你砸到手上之后 明显有那个劲儿 就是 特别磁实的那个劲儿 这样捏到什么程度 觉得它就可以了 就钻到什么程度 就钻到什么程度 就钻到自己 自己差不多 都捏在手里 捏在手里是够紧了 就行是吧 哦 哦 这要捏到 捏到自己固定了 这时候 嗯 嗯 明显比我刚才 刚开始拿的那个小一圈 就砸下去了 就都给捏得可 可结实了 吃到我这个可以了 可结实了 这一个我觉得 成本都不止三块钱了 这才四五块钱一个 可结实了 好 做好的肉圆 要放在太阳下 通风晾晒几天 把肉里的水分 再排干一些 才更易于保存 阿姨我看 咱们这个两种颜色 还不一样 这是咱们刚做的那个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 这个是晒了几天了 晒了 雨军晾了两三天了 两三天 这个就是可以卖的了 这个可以卖的 就这个程度就可以卖了 就这个程度 那我们买回去之后 是直接要冻起来 冻起来 咱们这不卖冻的 都买现在 等于是客人买回去 自己冻起来 自己冻起来 然后吃的时候再加工就行了 吃的时候增一下就好了 就增一下就行了 不用别的什么小汁 什么都不要放来 酒要不要放来 哦 就这样 好吃吗 好吃的不得了 香的不得了 叔叔好想尝尝 一会儿来尝一尝这个 长腥肉圆烹饪方法相当简单 就是上锅蒸20分钟就好了 因为肉的水分在腌制过程中 流失掉了一部分 所以肉馅非常紧实 肉香也更加浓郁 肉圆蒸好了 哎呀 咱们得尝尝 端着就觉得挺沉的 你别看三个吧 其实真特别沉 这个 哇 哎 夹不动啊 好硬的这个 都切不开 非常非常硬这个肉 特别紧实你就觉得 哇 看肥瘦相间 嗯 特别好吃 因为它有那个 那个酒的那个味儿在里头 然后呢 又有一点点那个咸 还不是特别咸 真的是可以 这么着直接吃 也不用就什么米饭啊这些的 刚才那个徐大姐还介绍说嘛 这个他们当地这个猪肉啊 完全是采购的土猪肉 所以你嚼进去之后 特别特别的香 那个猪肉味儿 然后加上有一点点那个酒香 再有一点点咸味儿 真是人间美味 里面是真的什么都没放 纯肉丸 我觉得这一个肉丸我吃饱了 就根本什么都不用吃了 米饭什么都不需要 一个肉丸一顿饭 可以说过年前后 肉圆是沐家庄的一道招牌菜 所有吃过的人都会赞不绝口 也正是因此 让这里的肉圆制造者 发现了商机 当时呢就是 我们是看农家类啊 农家类嘛到 城市里的人 到我们这里来 就是吃一点土菜 这个当时这个菜呢 就是我们自己给客人吃的 就是自己做的肉圆 后来感觉那肉圆好吃 他们客人说 这个好 有的就随便带两个过去 这样一带 客人们一船吃 一船船开起来 他们就这二年 这三年呢 他们都自己上门来 要带来走 不是来吃来 就是来带来 这样我就已经做了五六年了 这样 五六年的时间 徐秀琴积累了很多老客户 每年从小雪节气开始 一直到过年 他要专门请四个人来制作肉圆 这种以前家家户户都做的食品 现在整个村子 也只有他家在制作了 所以销路根本不发愁 徐大姐我看您写的这个是肉圆的订单 是不是 方便看一下吗 可以的 这是我近几天的 这几天的 上海的谁谁谁 这是十一号 十五号 二十号 这最少的都是买了一百个 一百个最多的 买了 每年都要来买的 每年都要来买 对 那他们是咱们这以前来这吃过饭 然后知道的 对对对 知道的 有的是老客户带新客户的 哦 那就是打电话预订 打电话预订 预订以后呢 就订单以后 我几号给他们发出去 都是从快递方式 哦 那像现在咱们整个这个年前的话 嗯 要卖这个肉圆 大概要卖到多少个 总要两三万个 两三万个 对 那一个现在咱们售价是多少钱 六到七块钱 六到七块钱 那这一下来可得十几万呢 十几万 光肉圆就十几万了 对对对 通过农家乐的渠道 销售农特产品 正是长兴水口香的一个特色 手工土特产 随着旅游方式就可以销售一空 大大增加了当地的百姓收入 在长兴这里 除了肉类是过年期间必备的之外 还有一种特产 也不能忽视 在春节期间 各色的糖果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 在长兴这里 据说有一个村子 古法治唐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这个村子 在长兴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我们一起去看看 长兴县梅山镇养丰村 是一个古村落 整个村子收入水平不低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只有临近年关 家里的老人和妇女 才会展现出传统的古法治唐手艺 我们糖的产业本来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家家户户都做的 这几年由住房条件改善了 大早都没有了 现在呢 城规模里有十只家在做 大的小小加起来我只有三十只家 曹建华所说的糖是指这个村子的特产麦芽糖 因为收集结限制夏季温度太高不易保存 村子里只有冬季才开始制作销售 何连芳就是其中一位将老手艺传承下来的人 我们小时候都会的 小时候的我们奶奶妈妈她们都会做的 小时候做呢 做过年时候家家屋都做 做一点吃吃的 现在的我们做的麦呢 我们卡日已经有十几年了 看这个就是麦芽糖的重要的原料麦芽 这个都是麦芽就是麦芽发的芽 咱们自己买的麦芽拿回来发的是吧 是的 现在已经没有麦香的那个味儿了 有点豆芽的那个味儿到时候一边 有那个发芽的那个感觉了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麦芽打碎了 打碎了 打成泥了现在是 打成粉 打成粉 拿它跟咱们糯米搭酵 那它这个东西要怎么弄到夹在里面 夹在水里 夹在水里 一百斤的糯米加入十几斤的麦芽粉 然后在五十度左右 持续发酵九个小时以后 这已经就是麦芽糖水了 再经过过滤 剩下的水就是熬糖的原料了 这时候需要倒入锅里熬六个小时左右 直到把原来白色的水 逐渐熬成焦黄色 越来越黏 这个时候就要随时观察糖水的变化了 河大姐 咱们这个要熬到什么时候算好了 怎么看这个 这两锅我看也不太一样 是不是 这锅快一些 这锅是说慢一点 反正从颜色上看 这锅是颜色稍微深一点 那怎么看这个粘稠度 因为我看这个越熬越粘 粘稠度 这样烫了 这是什么意思 刮一件 刮一件 刮长的就好了 哦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的 哦 叫刮长了 你看啊 蘸一下这个糖 然后放到后面刮是不是 往下刮 要刮多长才算好了 还不行 还不行 要刮到多长了 刮到这么一张长了就好了 这么长 要刮到这么长 这个快好了 快好了 这要刮到这么长就算好了 这个就快醒了呗 这个快了 快了 还要多久 总而还有半个小时 还要半个小时 何大姐强调说 一定要坚持用柴火烧大灶熬糖水 这样的糖才是原汁原味 不过到了最后阶段 一定要特别注意随时把握好火候 一旦合适 要赶快把糖盛出来 冷却一下就要开始拉糖了 拉糖是为了让糖更有弹性 只有这样做出来的糖 吃起来才不会粘牙 然后呢 来 立起来 对 你先拉糖一点没事 不拉糖一点 哦 好有劲啊这个 厉害 来 就看上去特别简单 这一上手的时候 完全使不好那个劲儿 像平常脆脚拉多久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不够啊 十几分钟不够啊 不够 这一坨面刚才我觉得好沉 这咋有多少 这一段就用十一二斤左右 十一二斤左右 十一二斤 按照古法制作麦芽糖 一颗糖就要耗费一天的时间来制作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足够的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传统味道的麦芽糖 看上去咬得懂啊 真的像您说的不沾牙 是不沾牙 特别的香的麦芽的那个香味 但是又没那么沾牙 有点那种糯糯的一咬起来 真的好吃 像咱们这种麦芽糖的话 一斤要卖到多少钱 现在卖二十五块钱一斤 那到现在的话 您这一年下来 就光做麦芽糖的话 能卖到多少斤 卖到一两万斤 一两万斤啊 哎呦 那这一年您这个收入可不低呢 说的还可以 何连芳为了把老手艺传承下去 注册了古村落的品牌 家里的侄子 也在通过网络帮他销售 销路完全不愁 过年期间 他们以麦芽糖为基础 还制作了芝麻糖 乌米糖等等 每天订单不断 我看这是您刚才收到的一个订单 是的 这是刚刚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一个订单 是吧 现在这都晚上七点半了 还一直在接单啊 我们基本上到八九点钟 还是会有的 是吧 这个人是要了几斤现在 要了十斤 要了十斤 今天整个卖了多少 今天整个总共卖了三百多斤吧 三百多斤啊 那这个量算是正常的 还是今天算多一点的 算正常吧 多了之后五六百斤也有 就是现在淘宝加上微信 今天一天大概卖了三百多斤 四百斤 现在古村落麦芽糖 一个春节期间 销售额可以达到三十万元 而在养风村 像何连芳这样的手工作坊 还有很多家 整个村子麦芽糖的销售 可以达到三百万元以上 晒辣味 做花灯 团肉圆 打年糕 传承与创新 哇 太棒了 财富与智慧 保重 七天卖了四八万多 浓浓的香愁 红火的年味 满满的商技 现在生财有道 新春特别奉献 财制年货2017 在过年期间 是大家集中消费的时候 置办年货 早就成为了一种习俗 在长兴这里 最大的特点就是农家味道 各种手工土特产 尤其受到城市人的欢迎 在这里的商户 也敏锐的捕捉到这一商机 可以说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个年过得是红红火火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是何宇清 在这里给您拜年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节将至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 探寻过年风俗 寻找过年味道 一闻到这个味道 是不是就过年了 是 追寻年货背后的故事 卖完了 请下这一点 明天的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广东省惠州市 博罗县